嗨,大家好,我是小慧 上一期呢,给大家分享了碗 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碗有关的手工作品 我们春节的时候呢,南方吃饺子 北方呢,吃汤圆 所以今天呢,就送大家一碗满满当当的饺子和汤圆 那跟我们上期的碗呢,也派上了用场 好,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就是做我们的饺子 第二部分呢,做汤圆 那具体的,请看我演示 线材是四股油奶棉 1.8毫米的勾针 首先做第一部分,饺子 将线要在左手上,进行圈支 将针插外线圈,将线拉出 先做三个锁针为起底针 三个锁针完成 接下来,在这个线圈内做15个长针 好,先绕线,将针插外线圈 将线拉出 钩针上有三个线圈 将前绕线圈,一次性拉过 再拉过钩针上两个线圈 好,这就是长针 接下来,我们将后面14个长针完成 15个长针完成,拉紧线圈 接下来,与第一个针目引拔 第一圈15个长针完成 接下来做第二圈 先做三个锁针为起底针 然后在第一个针目这里 做一个长针 好,接下来在第二个针目这里 做一个长针加针 长针加针呢,也就是说 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做两个长针 那按照长针加针这样的画样 共做14组 第二圈完成 接下来做第三圈 依然先做三个锁针为起底针 好,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做一个长针 接下来做一个长针加针 那按照长针加针这样的画样 我们共做九组 好,我们九组短针加针完成 那接下来 下面第一个针目呢 做一个长针 第二个针目 做一个长针加针 按照一个长针 一个长针加针这样的画样 共做九组 九组花样完成 接下来 最后一个针目 做一个短针加针 好,由于第一个针目 引拔 第三圈完成 接下来做第四圈 依然先做三个锁针为起底针 在同一个针目 做一个长针 接下来做两个长针 好,继续 在下面针目 做一个长针加针 接下来做一个长针 接下来做一个长针 那按照长针加针 一个长针这样的画样 共做七组 七组花样完成 接下来 再做两个长针 好,那继续 第一个针目呢 做一个长针加针 好,在下方针目 做一个长针 那按照长针 加针 一个长针 这样的话 要共做十四组 十四组花样完成 接下来 在最后一个针目里面 做一个长针加针 好,于第一个针目 银拔 那我们第四圈完成 接下来做第五圈 先做一个锁针 为切针 然后将我们这个 支片呢 对折 正面呢 就是面向我们的 在外面 好 对折 对折之后 进行编织 我们就是两个针目 为一组了 开始进行编织了 我们挑第一个针目 然后再挑最后一个针目 这两个针目为一组 我们先做一个短针 好 接下来 第二个针目 于倒数第二个针目 好 合为一针 做一个短针加针 好 在下一组 重复一次 短针加针 两组短针加针完成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做一个花样了 好 这时候 我们 面对我们的这个支片呢 空一针 在第二个针目这里 挑针 然后 看我们对面 从这里数 一二三 空三个针目 在第四个针目这里 然后 挑针 看到 第四个针目这里 挑针 然后 将线拉出 做一个短针 然后 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继续做一个短针 就是做一个短针加针 好 你看 我们这有一个凸出来的尖尖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小褶皱 一个花样 好 按照这样的方式 我们共钩 十组 好 那将下后面的完成 好 我们做第八个时候呢 我们 拉大线圈 拿出填充物 进行填充 好 填充物完成 我们已经做了八组花样了 那接下来将后面的两组花样完成 好 我们十组花样完成 那接下来 后面还剩下两个针目 我们挑第一个针目 做一个短针加针 那最后一个针目呢 我们就做一个短针 好 我们 第五圈 这个花样呢 完成了 那接下来 我们做一个锁针 围起针 翻转织片 开始钩织第六圈 好 我们 先在 前两个针目里面 各做一个长针 两个长针完成 在第三个针目这里 做一个引拔 好 那接下来 按照两个长针 一个引拔 这样的花样 共做九组 接下来将后面的 花样完成 好 九组花样完成 接下来进行断线 隐藏一下线 好了 那咱们这个胖嘟嘟 可爱的饺子 就完成了 接下来 接下来做第二部分 汤圆 将线绕在左手上 进行圈针 将针插到线圈 将线拉出 做一个锁针 为起底针 然后在这个线圈内 做八个短针 八个短针完成 拉紧线圈 以第一个针目 引拔 第一圈八个短针完成 接下来做第二圈 在每个针目里面 做一个短针加针 也就是说 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做两个短针 那按照这样的花样呢 共做八组 第二圈 十六个短针完成 接下来做第三圈 第一个针目 做一个短针 第二个针目 做一个短针加针 那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这样的花样 共做八组 第三圈 二十四个短针完成 接下来做第四圈 第一个针目 做一个短针 第二针目 做一个短针加针 第三针目 做一个短针 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一个短针这样的花样 共做八组 第四圈 第四圈 三十二短针完成 那接下来 我们第五圈 到第九圈 全部是 不加不减 做三十二个短针 第九圈 第九圈 三十二短针完成 接下来我们做第十圈 第一个针目 做一个短针 二三针目 做一个短针减针 然后挑第一个针目的 外半针 然后挑第二个针目的 内半针 将前两个线圈 以自由拉过 再拉过钩针上 两个线圈 这个呢 就是短针减针 好 接下来 在下面针目 做一个短针 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减针 一个短针 这样的话 要共做八组 第十圈 二十四个短针完成 接下来做第十一圈 第一个针目 做一个短针 二三针目 做一个短针减针 那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减针 这样的话 要做八组 好 第十一圈 十六个短针完成 接下来做 第十二圈 两个针目 为一组 做一个短针减针 那按照这样的 短针减针的方式呢 我们共做八组 好 那我们第十二圈 八个短针完成 这时候 拉大线圈 拿出填充物 进行填充 好 填充完成 接下来进行收口 好了 那咱们这个汤圆呢 就完成了 好了 那咱们今天的汤圆和饺子呢 就完成了 看到咱们绿色的饺子瓶呢 就会想到 它是白菜馅的 那我们这个汤圆呢 是草莓味的 一口一个饺子 一口一个当圆 满满的饱腹感 那非常感谢你 观看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对我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在下方请点赞订阅和分享 分享一切收工乐趣 我们下期见 拜拜